国民党立委邱振军在社群平台上发布限时动态支持国会改革 底下的称乐却让灭火气乐团不满公开点名呛响 原来这首歌就是灭火气乐团的作品继续向前行 乐团成员在社群平台上公开点名 不想也不同意挂在邱振军的任何文宣上 包含所有国民党和民众党都一样 也向邱振军喊话没有想要你们继续向前行 希望停下粗糙粗暴的立法行为 更质疑不按按钮表决非得要用举手决定 是不是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 灭火气乐团的主唱也转发贴文指指非常可恶非常不要脸 更强调不同意把歌曲授权给藐视人民的人使用 呼吁停止伤害台湾民主的一切行为 而邱振军得知消息之后立刻表达歉意 那音乐是在我们抖音资料库里面抓的 那如果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 而造成灭火气他们有不舒服的感觉 在这边我愿意向他们致歉 不过我还是要说他们的音乐很棒 灭火气乐团不仅有音乐声援场外民众 在日常中的发文也不难发现他们希望国会扩权 重新退回重审 但是音乐却被篮尾未授权使用在国会改革的文宣上 虽然事后有道歉 但恐怕还是难以交习团圆怒火 三线轩综合报道